Hello 我是Chem 这期视频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订了这台Model Y之后加构的一些用车小配件 首先呢就是充电桩了 这个配件呢是我交了定金之后第二天就去京东下单了这款第三代充电桩 因为当时有这个活动加了400还有奖品可以抽 我也是很幸运的抽到了这个包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成功申请到了380伏的电箱 我建议是有没有电车你都先去申请一个380伏的 以备不时之需 因为每个小区的电表操作间空间都是有限的 但是这个三项电也就是380伏的这个电箱非常大比较占地儿 所以呢也就只能遵循这个先申请先得的这个原则了 没有空间了就只能申请220伏甚至申请不了 每个小区的情况不一样 我在济南呢因为大家可能相对比较保守一点 相对一线城市呢电车还是比较少的 所以呢相对来讲比较好申请一点 装完电表之后呢差不多充电桩也来了 然后来安装的时候呢也都是第三方的 但是他们专业性是非常强的 我的车位呢离电箱一共是53米 除去充电桩包的这个40米的安装呢 我还要额外再支付13米的线 还有安装的供食费 差不多是700多吧 但是看到这个灯 哎值了 手机支架我用的这款呢可以推给大家真的是非常好用了 兼顾无损安装还有颜值 拿取呢也非常方便 唯一的不足呢就是这根线了 哎我还没有想到隐藏它的办法 因为不想去拆车 然后呢就是大家看到这个hub 其实呢它也不算是hub 就是极限器 就比较简约 个人呢不喜欢太复杂的 跟这个毛皮内饰也不搭 然后这个杯子托啊 硅胶材质的饮料什么的放进去非常牢靠 脚垫和尾箱垫呢 我是用的这款 非常便宜也没有味儿 可以在某多和海鲜市场去淘 某大品牌的平地啊没有味道 还有一点啊 就是这款尾箱垫放平啊 中间没有凸起 它也不个 这样睡在车里的话就不需要很厚的床垫了 因为外的尾箱空间啊本来就不高 然后就是这两侧的洞洞啊 这两侧洞洞里面是毛毡内饰啊 有这两个硅胶盒啊 就可以放一些容易脏车的物品啊 就是鞋子啊 湿雨伞之类的都可以放在这里 然后呢就是这款床垫了 真的非常非常便宜了 这款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薄 收纳非常方便 头部还有支撑一点都不晃 这个垫子铺上出去拍个星星 晚上直接睡车里了 男人的避风港 沙发平替 居家必备 然后这个挡泥板啊 前面还是需要装的 因为的确会有碎石带上来 后面呢我是没有装 我觉得有点丑 最后呢就是我特别喜欢的轮毂盖 这款轮毂盖呢 喜欢的人觉得会非常喜欢 不喜欢的呢 可能就觉得特别丑 好像也是废话啊 但我明显呢 属于非常喜欢的那一类 我就觉得这款轮毂盖呢 搭配上我的GT银 特别像科幻片里的小车 有一点这个小赛博 小朋克什么的 质量也非常棒 里边还有一条防震条 跑起来也没有什么异强 好了以上就是我提了MOTO Y之后 购入了一些配件 给大家一些参考 之后呢 我会慢慢的更新一些 用车小技巧分享给大家 我们下个视频见